雅萍的这个手指指到了球场顶部的一扇窗 可能有一些这个亮光照进来 就可见这些细微的一些客观的环境的因素 会让很多这些运动员感觉到有一些影响跟困扰 但当然这只有高手才能够去判断得出来 包括你想其实在国际大赛中是不允许照相你可以 但是你不能使用闪光灯 其实这种闪光灯包括你的一些风俗 其实对运动员比赛都是有影响的 啊这个球很可惜啊 阿玛德跟纳希尔呢其实都到位置 但是呢都以为队友会接 反而是失误了 那其实都有打 都还是有这个补救的能力 估计纳希尔也怕打到阿玛德了 就干脆不接了 进网挑球下网 虽然实际上来看呢 很明显是阿玛德跟纳希尔呢更胜一筹 但是分数没拉开 就一切很难说 这只沙马特继续之后呢没能够横向移动到位 这只沙马特继续之后呢没能够横向移动到位 一闪是非常不错 感觉对方有点齐前启动的感觉 马上发了一个后场 但是可惜是出界 反正是无脑双方式各有意思 还是对这个球的落点的控制 判断不是很准确 所以重心还是有一点偏离的感觉 差了一点点 但是想法和意识呢都到了 所以说在这个羽毛球比赛啊 包括羽毛球运动中 脚步的确很重要 是包括所谓提前的一些预判 对整个空间感觉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像叶宇选手问 你怎么知道这球会落在哪里 我说其实这是多年的一种感觉 就是很难说得清 就是要在这种积累实践中 然后去探索出来这种感觉问题 那连续这种平球党呢 就很明显是印尼的选手 他们这种在高节奏过程中 成功率更高 失误率更少 16比12 4分的优势 好球 确实整个陈文心的封瓦还是非常积极 对 而且我感觉中华台北的得分 有一半都是通过陈文心的往前强往 或者积极的封瓦而得分的 这可能跟其他的一些混双组合呢 有一些不同的在于呢 可能女选手的进攻的成功率更高 对 而且相对两个人的整体实力 陈文心可能如果同时对比的 陈文心相对好像更胜一筹一些 包括他的女双的 陈文心和简余锦他的女双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相对成功率 男双的话就相对比较一般 比较平淡 对 成功率的男双的排名呢 在第18位 而陈文心的这个女双的实力排名呢 在前5 对 所以说女的还是带动了男的 在一起场上打这个混双的感觉 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刚才这个纳西尔很明显就站位呢 退得太靠后了 这带有点运气 本身应该以为是一个平球党 应该是发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比较重的球 但是没想到才在往上是滚滑而过 这样的话和运动员之前的一个判断 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落差 很可惜又是挑球的边线出界 所以说中华台北在这方面 就是一些细小的问题 抓得特别紧 有一些无谓的失误还是太多 这样的话就连续丢分时的比分 很容易就一下子差距就拉开了 20比13 第一局是完全跟着 阿玛德跟纳西尔的印尼组合的节奏在走 机会球 啊 这样的话21比14在第一局中 阿玛德跟纳西尔呢是战胜了陈宏林跟陈文新 其实呢从这个陈文新的陈宏林的这个反击来看 已经在做着一些落点的变化 希望能够去打乱对方的这个攻击的节奏 但是可惜呢自身失误太高 这球是丢了 我只想听这场比赛第一局啊 还是双方实力的一个最根本的体现 对 很明显印尼选手 好像他们的整体水准在对方 明显是在对方之上 对 因为而且 从印尼组合两个人的实力 还是比较相当没有太多的一个 就是拖后腿的感觉 但是从说话台北来看的话 陈宏林的 确实自身的一个整体实力 好像为欠缺一点 整个进攻的力度啊 包括整个场上移动的这种速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